主席 主席 還有這個問題 早前在這個委員會提出 多謝主席 特別安排今天邀請舊區的代表出席 其實剛才兩位議員所提的理據 和論述基本上都代表了我的意見 我自己看這個問題感到很唏噓 其實如果你站在一個鄉市的代表 或者一個原居民的代表 那個家庭當然是越壯大 越多人願意參加 當然是越支持的 突然間十八鄉市委員會 對一個已經存在了百多年的村 要加入這個大家庭 表示一個反對的態度 我真是極難理解的 原居民個個都喜歡大家庭 個個都喜歡興旺的 那你越多村加入的 那你那個組織就越壯大 那你越多村 那你那邊包括鄉市委員會範圍 劉皇發議員 就是那個一哥的地位 就越是有威勢的 那大家的兄弟 其實這個是走失了的兄弟 走失了這麼多年 加上大家庭 應該是一個大團圓的結局 那過去就被政府一些行政措施 或者一些不合理的規定的條文 就是用來阻礙了這個家庭的大團圓 那所以我就很希望 就是政府在那個 第一條例上那個規定 就是是不是1990年之前 沒有這個村代表選舉的呢 就不可以加入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完全沒有意思的 香港1991年之前 都沒有這個直選的立法會議員 是吧 就是你沒有理由 因為某些的行政的措施 的規定呢 來這個阻礙了這個民主 就是那個發展的部分 那所以這個 這個代表的選舉呢 主席 就是我很希望政府 真的能夠落實考慮 如果這麼多議員都這麼支持這個建議 還有那個資料都這麼肯定 那個第一 百分之一百肯定那個村 已經在1889年之前已經存在 就是主要你說 就是之前那個 90年之前那個村代表選舉 那個資料 是不是百分之一百證實 歷史考究很多時候 真的都不能夠百分之一百證實 是吧 但是如果有這麼強的資料 證明的話 就是政府不應該阻礙這個發展 都說主席 昨天議員提到應該是1999年 是不是 1999年 sorry 張學明議員 是 主席 就著這件事件 就 我自己或者是 新駕馭議局 都長時間跟民政事務處 都 這條線這件事 我們都討論過很多次 我想可以這樣說回 如果是一些村 它在1999年的時候 已經有村代表制度的 這個很清晰 就會擺入條例裡面 那如果有一些村 它是在1999年沒有選到的 但其實它在1995年 舉例上再上一屆 它已經是有這個村代表的制度 當然政府是不會說這樣 這麼硬性 這麼一成不變的 最主要都是說 看看那條村 它可不可以提供到一些資料 或者文件 證據 就證明它是有村代表制度的 我提到樂意去考慮的 就著元朗舊區那個個案 其實就是一直 在過去幾年 舊區的居民都向政府提出 就說曾經是有過村代表一名的 就在日治的時候就被砍頭 所以之後就沒有人敢做了 那麼多年來 它都跟我們說 是有這個村代表一名的 而是在過去 舊區的居民也都提出了司法覆核 在司法覆核的時候 他們找了三位元朗的居民 就做了一個國人 每人做了一個法定的聲明 是很嚴肅的 是一個法定聲明來的 就說在日治時期 是有一名的村代表 名稱叫陳懷志 首先就是說 如果能夠提供那個資料 只是三位居民做一個法定聲明 是否足以令各位和政府信納元朗舊區 是的而且確曾經有一個村長呢 這是第一點 第二就是剛剛 關先生提供了資料 剛剛影響了給大家 就是這份契約的文件 裡面提到 就是見證人舊區鄉長林權 這份文件也都在剛剛最近 就是舊區的居民 有交過給我們民政事務總署 裡面提到 就是這位鄉長 首先名稱不太同 名稱叫林權 換言之 以往 舊區居民跟我們說 是有一名的村代表 做了法定聲明 說是陳懷志 但是最近又提出了一些 另一個資料 就說這個鄉長 我想在他心目中就是村長 就是林權先生 到底是真的只有一個村長 還是有兩個呢 如果是只有一個 到底是否叫林權還是陳懷志 其實資料不是那麼清晰 所以變成我們的看法 就是我們現在不是絕對 就說元朗舊區 是不能夠加入條例 我們只是希望可以再看清楚的情況 或者可否有多些資料文件 是證明得到元朗舊區 的確曾經有一個村長呢 那至於 剛才提到呢 就是說 處長表態 加上主席閣下 都很清楚 很有條理地說了 整件事的形勢的話 我相信有關當局 會做一些適當的措施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大前提之下 我予以撤回剛才所提出的動議 陳懷志 主席當然那個動議撤回這個可能 那個實際的分別可能不是太大 但是要一個很清楚的理解 當然剛才主席你的總結 是代表了大家的意見 但是政府打毛波的例子 不是沒有的 一定要確定就是 大家有一個共識 就是政府不修訂 將元朗舊區擺放在座內 就不要上來 原則上最好是這樣 大家有這樣的理解 不是 不是 主席 因為政府最後數票 政府經常都是這樣的事情 提了上來 因為提了上來 除非議員那個修訂 是分組點票 兩方面都夠半數字可以過到的 所以政府不放下去的話 過去修訂 差不多歷史上都沒有試過贏過的 原本就是議員提出修訂 所以我覺得 要先小人後君子 講清講楚 是吧 因為政府不是強行打毛波的時候 但是呢 到時又將元朗舊區 都即時了解 好 你的意見清楚了 梁又芬 一句主席 我覺得民政署要回去想清